L fairly slow 登棺雀流 王芝煨 白日伊山盡 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 禁上一塵塁 這首詞很適合書 什麼都 downloads 還可以文字 當然 有白日看 有黃河看 究竟是否可以看到黃河的 首先我要說這首詩 怎樣解釋 灌雀樓其實就是一個 今天山西的地方 但灌雀樓其實已經不存在 灌雀樓之前的筆記 是說樓高三層的 可以看到山也看到黃河 看到中條山也看到黃河 但可惜灌雀樓宋代之後 已經被發大水沖毀了 所以其後我們看到其他文化作品 說灌雀樓的時候 寫的東西已經完全不一樣 已經是一種懷古的作品 但是黃河和唐朝的這個作品 就是真真正正寫灌雀樓的其中一首作品 即是它還在這裏 它寫灌雀樓還在這裏 好 即是實地寫作、實景寫作 沒錯 我們所謂描寫通常說寫景座物 上一首我們就說座物 實景也有 虛景也有 那這裏是實地 哪裏是虛 首先 白日伊山峻 那這個呢 那個日落 通常我們在卡通片或看其他電視 通常我們日落的景象都是太陽 涵彈雲 就是壓著山慢慢地消失 在大家面前 這個就是實景 然後呢 黃河 入海流 黃河和大海 如果大家看地圖都知道 相差很遠很遠 所以呢 這個很明顯就是黃河的想像 當然黃河的想像呢 透過這個想像 以及實景的白日伊山峻 就是所謂一虛一實 因為我們寫文章 寫苗寫文的時候 然後我們寫的東西 其實都不一定說 每一樣東西都要去很詳細的考證 所以呢 我們寫文章 除了寫實景 譬如說寫坡樹 怎樣高怎樣大 亦都可以 再加自己的想像 即是自己的幻想 即是所謂的加鹽加噪 對 這個也是反映自己作者自己的看法 嗯 有意思 所以 所以 在學描寫文的時候 如果像黃河的那樣 一虛一實地寫 那就 會覺得 更加有那種層次 和意義 豐富一點 即是未必一定是 我看到什麼 就寫什麼 我看到之後 我又想像一下 可能有另一個境界 對 講起另一個境界 最後那兩句大家都 二素能詳的 因為呢 剛才提過 半桌樓有三層的 黃之碗 去完一層 當然想再高一點 再一層看 因為再一層看 景又不同了 就好像大家 拿著一部視乎機 遠和近 上一層 下一層 拍出來的東西 就算在你面前 可能都是同一棵樹 但下層影 和上層影 又不一樣 所以 黃之碗 最後寫到 有窮千里木 更上一層樓 除了 是通常 絕句裡面 最後那一句兩句 通常都是所謂的 景句之外 這種正常手法之外 黃之碗 也是考慮到 所謂的鏡頭的運用 嗯 嗯 很好 這個 我們說白日 其實 可以怎樣形容 日 太陽 嗯 嗯 白日 是形容一個 正是很豐華正盛的太陽 還是一個 就為落山的太陽 這裡如果是一般的 所有文學作品 或者平日大家寫作 描述的太陽 可以很多 當然 白日 是指什麼呢 是指一個很好的天氣 而黃之碗這個 白日 伊山 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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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是說 黃之碗這首作品裡面 白日 伊山 俊 那個時間 就達過 傍晚 日落西山的時刻 嗯 那麼這首作品呢 還有其中一個賣點 其實都是 本身 近看詩 應該有的 就是那首所謂 對友 對象的工整 那麼大家通常在學那個 大家上中文課 或者去學寫作的時候呢 通常有機會用到的 就是那個對比 反覆的對比 當然在那個 舊體詞來說 去那個 對比 就包括那個 平質 平質去入的那個 四星的那個 對比 和那個 磁性的對比 而磁性的對比呢 今天都適用的 那麼 那譬如 百日 伊山俊 黃河入海流 百日 對黃河 進 和流 那譬如 最後兩句 欲窮千里目 更相一層流 千里目 對什麼 對一層流 這些都是 平質是相對的 磁性 又是相對的 千和一 這些都是數兩次 亦都是相對的 好 多謝 鄭博士 多謝